如果你打算怀孕或已经有人,你需要知道有关典质补充剂。 在澳洲和纽西兰最近又再出现典质缺乏的情形。 典质是一种重要矿物质,我们可以在食物中摄取。 虽然奶类食品和海产都有丰富典质, 不过我们饮食中的典质数量就视乎泥土中有多少典质。 如果饮食中缺乏典质,是会引起一些健康问题。 典质对怀孕或暴雨中的妇女尤其重要。 在母体内发育中的胎儿,婴儿和幼童亦属高风险。 轻微或中度缺乏典质会令儿童在学习上有困难, 同时也会影响他们的听觉和发展活动技能。 由2009年9月起,除了有机面包外, 所有面包都要加添典质。 这样做,会改进大部分澳洲及纽西兰人的典质摄取量。 虽然强制性加添典质, 不过怀孕和暴雨中的妇女 仍然需要每日服用100-200微黑的典质补充剂。 这些通常都是止含典质, 或者在怀孕期的特别补充剂。 不是怀孕或不吃面包的人, 像不受得呼或因文化背景而不吃面包的人士, 也应该考虑服用典质补充剂。 想知多些资料, 可以浏览澳洲纽西兰食物准则网页。 订阅力还策 symbolic准则和风景阻 Weight &LYES 实际上尝译 synt。